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呀 来呀 我的床就还给你 我 来呀 来呀 我 好意思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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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啊 哎呀 什么好东西啊 让我看 让我看 哎呀 什么好东西啊 哎呀 哎呀 肚子饿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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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比这儿都走啊 我不比这儿都走啊 我说我说 你不不能走啊 听我一下 别走别走 我肚子饿了 都别走 让我们走了 这商贵快到了 大家伙守了半天呐 也累了 哎 这么着啊 来来来 你你你你过来 还有你 干什么呀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哎 还有你 这么着啊 你们啊 在这儿守着啊 不许放愚公出门 如果他要是出了门 我拿你们示威 其他的人呢 都先回家吃饭啊 以后啊 咱们分批轮换的蹲守 这个主意好 这个办法 我说咱俩啊 给他们排排自诩 你看行不行 行 周梦才啊 我家穷 比不得你是全村的大户 我就不留大伙吃饭了 我说愚公啊 你就别再得意了 你看你把大伙给耗的啊 你还有心 你还有心逗我们呢 周梦才啊 我当过御前带刀侍卫 身知当职 务必衔接有序 切不可让我 承虚而出啊 哎 你你 哎呀 小二 你给我面条 哎 稍等啊 哎 哎 哎 这不是咱们村 愚公的儿子 季风吗 哎 就是啊 哎 不在家跟你爹挖山 跑镇上来干什么 对 你给我们饶 哎 这小子还挺横啊 哎 你们家的没一个好东西 就是 上梁不正 下梁歪 就是 哎 哎 我们家没招你没惹你 你别这么骂人 你爹挖山 招了我们全村人 你不爱骂谁爱骂 你 就是啊 哎 大伙还不知道吧 我们十方村出了个大傻瓜 嘿嘿 姓鱼 愚蠢的鱼 明公 公母的公啊 哈哈 那他叫什么呀 就应该叫愚蠢 对不对 哈哈 听说愚公啊 要把王翁山太行山啊 给 给挖掉 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啊 啊 就是啊 哈哈哈 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 真是 这就是愚公的儿子 小傻瓜 哎lay 你看长得还忍不忍啊的呢 嚏了真是 脑子里是不是全是豆腐渣啊 啊 啊 abi 要不然怎么笨的 想去搬山哪 啊 哎呀啊 啊 吃什么吃 快起来 给老大搅弄 而 was M 我凭什么给你让 哎 哎 你小子还敢打人 我竟然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别打了 小混蛋 看我今儿不把你打成肉饼我 对 叫一下 八蛋 你干嘛打我呀你 我没打你啊 至于是邪了门了 于公家都是妖孽 会妖术 打 快跟我走 哎呦 怎么了 是不是他们很厉害啊 来 我扶你吧 来 不用了 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那好吧 那我们到前面休息会儿吧 哦 好 走了 走了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没事 小声一转 对了 刚才 为什么那么多人打你啊 说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坏事 我没做坏事 我也不是坏人 你是谁啊 来了 这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狐狸面叶 二位慢用 吃面啊 哎 白鹤啊 你放着堂堂大夫家千金小姐的舒服日子不过 却和我出来受苦 真是委屈了你啊 儿童 只要跟着你 吃多少苦 受多少罪 我都愿意 吃啊 唉 走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让开 欣宝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姐 是老爷让我们来的 你可让我们找的好苦啊 你回去告诉老爷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小姐 您别让我们做下人的为难呢 老爷吩咐的事 我们得照办 您跟我们回去吧 您可以告诉老爷 没有找到我呀 那可不行 老爷吩咐过 就算小姐跑到天边 我们也得把您带回去 您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儿童 咱们走 要走 也只能跟我们走 小姐 您要是再不跟我们回去的话 别怪我们得罪了 有声 我的桌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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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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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店全完了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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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秦 秦秦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谁跟你气的 我 我爹啊 我娘生午的时候 是在夏天 又是在草地上 我爹看到秦秦的草 就给我请问叫秦秦啊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季风 季风 你的名字 也是你爹起的吧 别跟我提我爹 不高兴了 白天你救了我 我怎么谢你啊 哎呀 不用谢 不过 你一定要谢我的话 那你以后就陪我玩吧 陪你玩 嗯 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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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玩的可多了 咱们可以吃摘果子 可以抓磕土虫 放屁虫 反正丢的事了 我保证 你跟着我 咱每天玩的都不重呀 嗯 嗯 好 你看 爹 爹 我们猜呀 您就在这儿挖山呢 对啊 我歇了一白天了 晚上睡不着啊 你们哥俩来了 那就一块干吧 晚上挖山凉快 挖累了 白天就要睡觉 还有人看护 多好的事啊 这要让曲达伦他们知道了 肯定得气个半死 晚上干活小心点 别伤他啊 放心吧 放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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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公哥 于公哥 子慕 子慕 你怎么来了 去你家找你 你没在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没有 子慕啊 在这个时候 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情 我谢谢你 于公哥 这话就说远了 我们本来就该是一家人 要不是因为这儿山 好了 我说了 挖山 挖山 好 我说了 青青 你看 那七颗星星像什么 像钩子 什么钩子啊 像勺子 那叫北斗七星 你看 最亮的那颗 指的就是正北 我娘说 天上的每颗星星 都代表地上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人不在了 星星也不在了 这么多星星 我是哪颗呢 surprised 你知道你是哪颗吗 星星 indication 雷 seguinte 诸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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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小傻瓜 相亲们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说鱼公 你少揣着名呗装糊涂 这王巫山太行山 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你挖山就是暴殿天物 就是砸我们的聚宝盆 毁我们的摇钱树 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是不是啊 不答应 坚决不答应 相亲们 你们觉得 这两座大山是聚宝盆 它的确 把我们的石凤村 围成了一个盆 可它里面装的 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贫穷 我们生活在这个盆里 是大山把我们 变成了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 你们觉得 它是我们石凤村的摇钱树 可它摇下来的不是钱 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泪水 这两座大山还有必要存在吗 难道我们就不该挖吗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 靠山吃山是苦点穷点 但是大家都出生在石凤村 就得认命 大家都能活 为何就你不能活啊 你怎么说话呢你 好 姐妹 好 姐妹 好 姐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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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相亲们 我们受穷受苦 不是因为我们的命啊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改变我们的命运 对我们石凤村来说 要想改变命运 就要改造自然 我们的穷根 就是眼前这两座大山 如果把大山铲除 我们会有足够的沃土来种粮食 我们的后代将会丰衣足食 全村的道路就能四通八达 我们的后代就会掩开心阔 来往自如 那个时候 我们的石凤村 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样 你挖山已经冲撞了神灵 山神已经下令 你必须停止挖山 否则 全村的人都得跟着你倒霉啊 你给我们带来了横祸 你便是我们的罪人 没错 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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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这么多年 大山一直在欺负我们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忍气 存生不加反抗 他们有始无恐 越来越厉害 你们还要忍受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只有铲除大山 把恶神真正赶走 才能得到恩宁啊 我爹他有什么错 啊 他不就是想帮乡亲们出口恶气 抱冤仇吗 我爹他有什么罪 有什么罪 有什么罪 我们绝不让你挖山 我告诉你 绝不让你挖山 对 我们绝不让他挖山 对 对 对 除非我死了 不然的话 我将挖山不止 对 除非我们都死了 否则我们挖山不止 只有我们把山真正移走 要不然我们永远不会停止 来人 把这帮殖民不悟 死不悔改的家伙 拉过去 快 拉过去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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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 temple 夫人 嗯 又在想女儿是吧 你不也在想吗 这么多天了 几路人马分头去找 可至今音信全无 我这心真像被掏空了一样 白河这孩子 从小就被宠坏了 我在想啊 叫他出去见见世面 也未必是坏事 受些苦难 就会想到家里的好处 老爷 我求你个事 等白河回来了 咱们一定耐心劝他 接受这门侵蚀 可别逼他了 好吗 这些天我也在想啊 我们就是得罪了三王子 也不能失去女儿啊 你要是早有这种想法 何必走到这一步呢 有些事情啊 你不懂 睡吧 别瞎想了 快睡吧 啊 这日头都上三杆了 俞宫怎么还睡觉呢 你不让他去挖山 他就只能睡懒觉了呗 住手啊 放开他 否则 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小姐小姐 您别这样快把剑放下 还不快放开他 小姐小姐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赶快把剑放下 我数一二三 如果你们不放开他 我就自尽了 一 快快快放开放开放开 儿童 百合 我们走 看来他是真不想挖山了 但愿如此啊 如果这样 我们可就省心了 来 逗逗 逗逗啊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喝水 你爷爷呢 我爷爷还有我爹还有我叔 正在睡大觉呢 昨天挖了一夜的山 于公 不许滑山 你说什么 不许挖山 居达伦 你又来 阻止我们挖山了 真是难为你了 于公 我知道你会玩捉迷藏的把戏 不过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组织村民晚上轮流护山 我看你还怎么啊 好好好 我们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看来啊 我们这儿就回家睡觉去 孩子们 走吧 走 回家睡觉 把火都灭了啊 你去那边 是 快快快快快点 爹 去达伦啊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在山谷堵咱们 咱们又跑到山坡上来了 这叫伯高一尺道高一丈 那儿有人阻止咱们就到这儿往 山这么大他哪儿防得过来啊 就是就是 等他折腾累了 我看他他也就懒得管了 算得对啊接着干 来 来 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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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不是东西啊 啊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活活折腾死啊 啊 曲达伦 明明是你在折腾我们 你这不是颠倒是非吗 余公 不许再挖了 好 看来啊 这儿也挖不成了 我们 还是到别处去挖吧 走 换地儿 行了 行了 好 好 你们别走了 还是我们走 我们走 余公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曲达伦 天黑路不好走 小心别摔跟头啊 好了 我们干活去吧 好 大活 接着干 我原本就不同意你们这么干 你看得住几天 能看得住几年啊 啊 我的态度啊 还是那句俗话 目睛掉线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哎呀 我说六叔公啊 你的确是老了 嘴上这俗话越来越多 可这俗话解决不了问题吗不是 山神我们不敢得罪 余公这块毛坑里的石头啊 是又臭又硬 这不是让咱们左右为难吗 这不是 那余公让人烦 那山神更让人恨 六叔公啊 此话在我们两个面前说说 倒也无妨啊 您是全村的主心谷 这话可不能对外面说呀 我知道 咱们啊 还是一桶清水一把土活稀泥吧 对山神得想法呢 消消他的怒气 对余公呢 咱们是好言相劝 今年 不又该出山送茶叶了吗 我看啊 就派余公和他的儿子 再加上几个村民一块去 这样的话呢 来回一趟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余公一家就没法挖山 时间长了 山神也许慢慢地把这件事忘了 这主意不错 至少能让村里啊消停一阵 那好 咱们现在啊 就去挨家挨户收茶叶去 嗯 我看先从余公家收紧 余公 余公啊 哦 是曲达伦啊 怎么又跑到我家门口蹲守来了 别说凤凉话了 眼下我们已经顾不上在你们家蹲守了 我今天来啊 是来收茶叶的 茶叶 嗯 什么茶叶啊 交供茶呀 供茶 嗯 嗯 什么供茶 是给山神送的吗 你是真不知道啊 还是跟我装糊涂啊 你在宫里围观时 想用咱们石凤村进贡的太行毛风还少吗 屈大伦 你说的话啊 让我越听越糊涂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余公啊 三十多年前 智大夫回到咱们石凤村 再次品尝到了石凤村的茶叶 是赞叹不已啊 于是他提出 每年要向大王进贡百淡茶叶 各家各户来均摊 如果当年哪家没有茶叶 或是茶叶不够品级 那就得花钱啊 从茶叶都的人家去购买 你明白了吗 竟有这种事情 都三十多年了 每年村里派壮劳力 把这太行毛风运到邵州 这大夫再派马车 把这些太行毛风运往国都 公大王品尝 剩下的再分给王公大臣们享用啊 你在宫中围观多年 难道你喝得还少吗 曲达伦 我从来就没有领过 宫里风发的任何茶叶 别说是太行毛风啊 我在大王身边做了多年的带刀侍卫 我对大王的饮食习惯是了如指掌 大王只喝花茶不喝绿茶 这 这就怪了 这三十多年石凤村进贡的太行毛风 都哪儿去了 都哪儿去了 这个茶呀就是从太行山下石凤村运过来的 我们东家能耐大着呢 王公贡品 好一个智所 原来如此 想起来了 有件事吧 想是想起来了 可是贡茶之事 纯属无忌之道 曲达伦 跟我一起去见六叔公 太不像话了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这智所身居高位 不念故土相情也就罢了 搜刮民脂民高 竟然连家乡人都不放过 啊 进贡茶叶 虽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但是我们想啊 大王能品尝到咱们石凤村的茶叶 那也是咱石凤村的自豪和福气啊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这都进了他的钱囊 三十多年了 三千多蛋的茶叶呀 他 他贪了多少家乡人的血汗钱呢 六叔公啊 我们再也不能让智所为所欲为了 嗯 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给他送茶叶了 哎呀 尽管智大夫把茶叶死吞了 可他是 可他是王公重臣 全清朝野 咱们也惹不起啊 我看这事啊 咱们还是睁着眼闭着眼认了算了 认了啊 哼 我得猜住老爷 你家父的流油不在乎多少茶叶 可是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 那可是沉重的负担啊 哎呀 我是说呀 咱们犯不着 为了几百蛋的茶叶 让智大夫记恨家乡不是 他要是找茶 智咱们 那还不是一如反场的事吗 哎呀我说你们哪 之前怕王后怕火 山神惹不起 贪官不敢惹 哼 你们三个村里的主事 怎么就不为村民们想一想啊 哎呀不是 哎呀 你们的纵容啊 就是跟智所同流合污 哎 于公 于公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如果智所报复 啊 村民不照样遭殃吗 我们这不是为村民们着想吗 六叔公啊 哎 如果 你信得过我 你今天就 不要向村民收茶叶 嗯 我去趟国渡 我去找智所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村民年年上缴的茶供给免了 你有把握吗 哎 我说一公 你可想好了 啊 万一你要是给村里惹出什么麻烦 该如何收场 你的负全部责任 周孟才 你就放心吧 如果智所怪罪下来 这一切的事情都揽在我自己身上 我已经得罪她无数次了 不是吗 我还怕再多上一次吗 我决定了 什么 我决定啊 嫁给你 真的吗清清 嗯 我要做你的娘子 我要 要为你洗衣 做饭 为你生一大堆一大堆的孩子 我长得这么漂亮可爱 又这么能干 你爹娘一定会喜欢我的 别跟我提我爹 怎么 你担心 你爹他不喜欢我 不是 他根本就不关心我的事 满脑子全是挖山 挖山 季凤哥 原来大家说的那个挖山的渔工 就是你爹啊 季凤哥 我讲这些话 你可别生气啊 我真是想不通了 你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带着一家老小跑到这儿 跟着大山过不去 这是为什么呀 我想啊 明天就出发 先挑一旦土到渤海 然后从那儿直接去国度 这样呢 跑一趟就干两件事 不然太耽误功夫了 老爷 治嫂这件事能给大家办好吗 治嫂是欺君之罪 我谅他也不敢拿自家的性能 荡而戏 爹 我和哥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爹 您岁数大 渤海这一趟山险路远 对 尤格二弟陪着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好 好 那就听你们的 爹 你年纪不小了 少装点 让伯父中汉他们多装点吧 没事 是啊 老爷 你把身子累垮了 谁替你发山呢 夫人 你就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去吧 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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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这样就行了 别再往里面添了 好 行行行 就这么多了 伯父 把这个带上 记住路上照顾好你爹啊 哎 娘 你放心吧 嗯 嗯 嗯 家里面 你放心吧 有我在 嗯 别惦记我 照顾好孩子 嗯 逗逗 哎 哎 哎 听娘的话 啊 爹 你放心 我一定听娘的话 嗯 周汉哥 路上小心 我等你回来 坏话 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 爷爷 爷爷 哎 怎么了孩子 我把这两块石头 带回村里扔到土坑里 这样爷爷就会轻一点了 我也要让大叔惊讽一点 哎呀 真是两个好孩子 去玩吧 好了 去玩吧 哎 哎 老爷 这是带他换洗的衣服 你要多小心啊 啊 放心吧 夫人 没事 哎呀 你这身子骨能行吗 哎 哈哈 没事 给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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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路上小心 高叔再見 再見 再見